我們來看使用UIL的重寫 重寫部分的話,注意就是說 你們可以在畫面上面看到底下 或1234545到9 或者多少的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的話 就讓它點下去是幾個數字 只是說後面傳的三個數字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demo 這個demo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這地方說明結果 search的一個sublet 那這個sublet的底下呢 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1到9的一個超連結 那1的部分是自己的 所以自己沒有超連結 2的話按下去,就會是 10到20的結果 我要略出啊,所以底下這個地方 應該要同時 這個地方應該要把它改成 11到20 然後3的話按下去 這個地方上面有改 所以下面沒改 我這邊有我想文字可以來改 一段小的 等一下再來改 也可以 那也就是說呢 類似像Google搜尋 已經搜尋完之後的話 那上面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叫 同一個sublet 這個view的名字叫search 後面只是問號有沒有 問號後面傳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的話叫什麼 這個start 等於一個數字 那根據這個數字的話呢 我們可以讓這個 等一下會自己呼叫自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等一下各位也可以建立一個 專案 專案名稱的話呢 叫做 UIL Rewrite 或者叫 UIL Rewrite 然後呢 裡面的話呢 就只要建立什麼呢 在GRAVA的resource裡面 套件裡面呢 新建一個 按右鍵 新建一個 這個sublet sublet的名稱的話呢 我這邊舉辦搜尋 那搜尋裡面的話 要做哪些事情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一樣這個地方呢 這個 因為用get的方式 在UIL上面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就只要 這個 去實作 do get的這個方法 那 Vue的名稱叫search 這個地方的search 這個地方的search 是小型的search 這個Vue的名稱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 do get的裡面 哪些重點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地方一樣 這個 respond.step contain type 前面都一樣 然後建立一個out的物件 要輸出 到畫面上 用twinline 方式的話 把這相關的 包含 那個 檔頭的部分 還有http 跟pad title 結束 然後body 上面部分的話 我想這關於 HTML的輸出 再來的話 接下來就是說 我要取得什麼 取得一個參數 那取得參數部分的話 跟前面一樣 我的參數名稱 就start 因為上面不是我們剛剛 點下去之後的話 會出現有一個start 等於多少 就是直接図形 上方的話 它會有一個 所以要點下去2的話 就會出現start 那start等於2 會傳送過來 所以傳送過來的話 我不會接收到 用什麼接收呢 用reffect 把這個參數叫start 把它接收到 丟給一個字串 儲存 那如果說start 等於任何 等於任何的話呢 表示什麼呢 表示是第一次 對不對 因為完全沒有傳參數 是第一次 第一次的話 如果是第一次的話 要做什麼呢 這地方的話 接下來就是 我們這個start部分 接下來就是說 把start怎麼樣呢 強制轉型為一個 counts 一個counts 因為將來呢 傳進來的話 一定是一個字串 那字串的部分呢 要做強制轉型 你可以拼著 或者是value value 也可以把它轉型 轉型 轉型為什麼呢 轉型為什麼呢 轉型為counts 後面的話 就是再來就是 因為我要 把這個總共會有9個數字 要傳出去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 10 乘上 counts 然後剪掉9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 我總共count 這邊進來 比如說 我今天 傳進來是2的話 比如說 點2 對不對 傳進來是2 那2的話呢 這個地方 我 剛開頭的部分 就是 把 這個值 我要把它 轉出來 我要把它轉轉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進 從哪裡到哪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是從 如果是2的話 那進來的話 應該是 10乘上 20 20 減掉9 應該從11開始 這個數字是有算出來的 剛剛好像做出來的 所以 應該讓它再檢查一下 那 end的話就是 10 結束成上20 也就是11到多少 11到20 如果是2的話 如果是2的話 那沒問題 它一個頭 一個尾 如果剛剛為什麼按下去 按下去 按2 這邊還這樣 這個對 但是底下這個數字 沒有可能 所以 等一下這個地方 有沒有 你點一下 變20 30 這個20 30 怎麼做出來 如果按3的話 那3進來的話 它的頭就是 30 減掉9 那就是21 對 21 然後到21到30 那就可以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有這樣的公式 就是把頭跟尾 把它 把它 這個 這個 算出來 然後放進去的話 就是從多少 begin跟end 的結果 所以畫面上看到的 也是我們要的 那 再來就是說 我要在底下 建議一個 一個所謂的一個 項目符號 那項目符號 在前面的練習也有嘛 一定是一個URAL 加什麼 加LRI 那個HTML的標籤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在這個地方 就輸出一個什麼 VL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LRI 有沒有LRI 收銀結果 I 加上什麼 這個 後面一個結束 那 其實問題應該 就在這裡 那等一下各位 可以想一想 如果說我們要讓它更完美 比如說我今天 出來 這個地方 變成 應該20到30 對不對 如果它這邊 收銀結果 假如說 那 這個應該也要把它改成20到30 才會比較 比較 比較 所以這裡的話 等一下看一下 怎麼把它改一下 好不好 那這裡的話 把結果 跑出來的話 那我就在這邊的話 4 i 等於1到10 所以收銀結果的話 最後會列出來 就是1到10 OK 這邊應該沒有什麼地方 這地方就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呢 直接這樣就跑一個回圈 4 i等於1到10 然後收銀結果 1到10 然後前後的話呢 用項目符號把它包夾起來 最後的話 結束這個項目符號 所以這部分的話 就做項目符號 就是這樣 再來的話 再跑什麼 跑下面這個 1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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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分怎麼做出來呢 也是 for i 等於1 開頭 然後呢 條件為小於11 加加 i等於count的話 count 那表示什麼呢 表示這個地方呢 嗯 print的時候呢 因為呢 如果等於counts的話 那這個地方 本身就是不要做超銀行 因為 嗯 這個counts 總共有幾個 counts 對 總共有 就是這個地方outprint i continue 如果說呢 它是 那這個地方就不要做超銀行 然後繼續跑 反之的話呢 就是要做什麼呢 做 摄取 也就是說要在這個地方做超銀行 從這個地方可以去做一個判斷 這個部分做判斷 如果它等於counts的話 那我們這個地方呢 就 如果是3 那3的上面呢 就不要做超銀行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做一個判斷 如果等於counts的話 那就只輸出什麼呢 輸出它的那個字就好了 那就繼續再跑 反之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呢 去做一個超銀行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等於counts 同樣的是3的話 那就不做超銀行 其他的話都是超銀行 OK 把它結束這樣 如果看到的話呢 你就會看到類似像這樣 等下去的話 如果是4的話 那4的上面不要做超銀行 類似像這樣 這個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那個 UIL的裏返 就是 這個 UIL的 重寫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 這部分 UIL的重寫 讓自己一直呼叫自己 產生最後的結果 可以看到 那比較重要的應該就是 在那個回軒上面 如果去判斷 那使用UIL 這個分頁的部分 把它輸出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試試看 全市的部分的話 這個畫面 這樣各位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我來做得更多的 沒看到 有些設計